能够有欣赏的这种心态的人都能够买得起 你们的心底价位是一个什么价位呢 在纽约 我们心底价位应该是跟现在纽约画廊的差不太多 大概是什么 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定 但是因为让大家都能够解释 正在权衡当中 它都会比珠宝贵 也不会比奢侈品贵 一定不会的 我觉得纽约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文化的中心 其实纽约这个地方我们安排了这个下午茶 其实纽约它不是美国 纽约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一个中心 对 它非常包容 所以说这次把藏族的藏传的文化 能够拿到世界的这个舞台 在上午和纽约的这个下午茶的这个节目 我相信会很多的听众和观众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可能对你们今后的艺术的发展 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发展当中 和传播西藏的这个文化当中 会起到一个非常不承误亮的作用 以上で提供下午茶 上午茶